这个范例,你可以做一点修改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位置 这个位置你可以做修改 那也就是刚刚250 大概在这个的位置 如果你改少一点或改多一点 它就会往中心00的地方去移动 也就是这一点的话 就是00,这一点 坐标就00,在这一点 左上角这里 大概距离 250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反正它的,从左边到右边 总共多少呢?1024 就是它的Pixel 高度往下 我这个是1024 768 所以你就可以去算 大概 大概就500 所以它的位置刚刚出现在这个位置 就没有错 大概这个位置 那大小当然你也可以去调整 主要我们是利用这个所谓的 Set Size 这个地方去做调整 大小可以去调整 那颜色的话怎么调整呢? 这边有个Color 那你游标 当然你可以停在这个地方 什么颜色可以放呢? 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Ducks 其实这有的时候 很方便可以查阅 那有这么多种颜色 你可以直接下颜色的名称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你可以用那个,另外有种方式 就是New Color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像这个地方我如果今天要改成 这边把它改一下好了 假设如果今天要换一个 New Color 方式也可以 那假设黄色也是像255.255.0 那就是黄色 有没有 把它直行来看 实际上就直接也是黄色 一样的方式 那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说 颜色 哪个数字 其实非常简单 任何在那个office 或者任何的影像处理 像这个地方都有其他色彩 你就可以制定 这地方就可以知道 假设你要哪个颜色 你希望浅一点的黄色好了 这个颜色 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记下来 2424 197好了 那你就把这个数字记下来之后 直接更改 像这个地方 停 特别注意 假设我这地方 比如说大概200好了 那 STOP 一定要中指 执行 颜色就是我刚刚设定的颜色 所以什么颜色 你直接可以用New Color 会比较更有弹性 那 但有的时候说真的 人的脑袋记性 还是没有办法很 善用工具 有时候会可以少记很多东西 但是至少你要找得到 像这个地方我都要不要停在上面 就可以知道说 它有哪些讯息可以用 有没有 直接就到这里 就DUX里面都有了 而且它基本的讯息也都有了 所以不需要去实际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你要XX 欸 你们刚刚有点XX 对不对 没办法关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增加一个Events Events 这个Events就是事件 在这个事件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早期在VP里面开发 那个事件是本来就有的 点两下它就可以直接产生 就已经帮你做好了 那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写好 你不需要再去撰写 但是Java里面没有 你必须要自己去撰写Events 事件 比如说我今天要关闭的话 我必须要在底下 撰写哪些词字 你们可以参考第四页 有没有 17-4 有没有 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叫 你只要在 Man Man就是这个 Man这个方法里面 任何的地方 加入这些 加入这几行就可以 那特别注意 刮斧的位置 还有这个 有没有 这样子 完整的 是这样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加了这个之后 可能前面它少了这两行 Events 要自己加 那Events 这个部分呢 你要必须先Import进来 Import哪一些呢 Import events 那这边加一个start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 这个套件里面还有一个Events的套件 有一个class 那通通要把它汇进来 才有办法产生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才具备有所谓关闭的方法 关闭的这个方法才会被执行 也就是说 我今天假如我今天要能够执行之后呢 这个XX要产生作用 我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关闭的这个事件 是要自己写出来的 那写的方法的话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 加入add window 就是要请听 要得到 就是请听什么呢 new window 这个 后面增加一个 这个adapter 增加一个adapter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当我 关闭的这个动作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动作产生之后呢 就去执行什么动作呢 执行底下的这个 system.exist 然后传为0 就是把这个事件全部关闭起来 它才会产生这个事件 那这部分的话呢 必须要加上去才可以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完成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话 我想你们等一下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着怎么样呢 把这些字通通修改看看 改成中文看看 有没有充码的问题 那早期当然 早期版本 会有充码的问题 那现在中英文应该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unicode的方式 我们前面有讲过 另外就是说它的这个颜色的话 你把它改成像new color的方式去调整 还有size大小的话 你可以再去调整 比如说我今天把它调成500x500 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那位置调150x150 那颜色调成这一个 试试看好了 那按关闭 可以关闭 这样就可以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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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